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痛加打法吗 我是觉得就是任何事情 身为官员讲话做事都是要谨慎 不可以这个一副官僚的样子 或者一副儿戏的样子 我觉得都不是正确的 那所以呢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谈 因为今天其实也有很多委员在谈这个桥梁的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五月的讯期已经过一半 可是呢 我们据这个调查 全国五十座 有最优先改建的这个桥 那现在呢 只有完成十三座 那我不晓得原因是 外委员啊 我们这五十五座桥梁啊 这个基本上我们原定的完工时间就是今年底 对 那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在事实上在讯期之前啊 在如果是在以六月底为准 六月底之前还会完成好几座了 对那些没有完成的那些桥梁 事实上我们也都做了防汛的准备 所以原定时间就是在今年底 所以所以你到目前为止 所以进度并没有落后 所以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有五十五座 到现在只有完成十三座 那还有半年的时间 对 基本上这个大家都紧挪密鼓啊 因为这些桥事实上我也都在盯了 很多都到现场去看过了啊 那大体上来讲就认为说到年底完成啊 应该是应该没有问题了 全面全部完成 你保证啊 是是是 保证年底以前 原定的完工时间就是今年底 就是这五十五座 年底前全部都完工 对对对 现在可以讲 现在就在慢慢进入高峰了 就是慢慢进入收尾了 对 所以到六到六月底的话 应该还有好几座可以完成 那你目前为止 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阻碍 譬如说什么没钱没人 没有没有 目前都没有这方面问题 没有这方面问题 所以我想今天的保证 积极积极赶工 对 我们是希望了 因为您的讯息说老师到年底 中间万一来个大水 对我们这个都有都有 都有这个防范的准备 那反正现在我们基本上 大概我们在盯的就是说 迅其来之前 它所有的桥墩都要做到水面上 上来 它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有水来 就不会把下面再冲回 它有的时候才用违宴的方式弄起来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想基本上都有都有准备 都在计划中了 都在规划中 那我们就希望这到年底前 一切国泰民安风潮雨顺 都不会发生 即便迅其的话 我想这些施工中的桥梁 也都做了万全准备了 OK那就好 所以我想 其实部长我们刚刚有委员 这个称赞你 我们还是要给你肯定 谢谢 因为其实这个一个首长 他的能力强不强 就是看他面对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的应变处理的方式 和他紧急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发生这几次的事情 那部长你都是有条不紊 然后很快的就 就这个做紧急措施的处理 那所以到现在 一切都按照这个预期的去完成 那这才是 谢谢委员支持 才是有能力的一个首长 所以我们还是给你肯定 只不过是 你碰到那么多事情 也是很麻烦的 还好都因应得宜 所以就化险为宜了 那另外的话 我是想请问一下 因为最近 我想我们常常跟部长一起 我们到这个各个县市 去实地考察 考察以后 我还记得有两次 一次是 那红绿灯部长你说 这到底是走哪里 红绿灯你自己都看不懂 交通部长都不想 那红绿灯到底是 是要走哪一条路才对的 要看哪个红灯 哪个绿灯才对 那还有呢 就说指标不清楚 那那个有一次也是 那个陆镇司司长 他说哎 到底是看哪里啊 是走哪里 都不晓得 表示说我们台湾的 这些东西都有问题 你知道吗 红绿灯 这个不清楚 标是不清楚 然后这个路标不清楚 是 我想我们会先从这个 我们省道跟代仰县道 相关这部分 我们先优先做起来 我们目前实际上有个案子在推动 我们希望能够把全台湾的这些 这些路标 重新检讨 不然否则的话 你们都不清楚 那我们这边一般的老百姓怎么办 无所事从啊 何去何从也搞不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个要检讨 那另外一个 我不晓得你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很多那个路标的底下 有好多山寨的路标 那像我们这边还照了一张像 他明明是写一个路 然后上面还写个什么 什么的吉他馆 有很多路标 然后或者是说 譬如说我高兴的话 我写个珠凤之服务处 从这边过去 现在有很多山寨的路标耶 那这山寨的路标 当然这个路标的这个管理 可能是县市政府来负责 可是我想身为交通部 你也应该去去去去看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吧 是是是 我想在我们省道 跟代表县道部分 我们会来会来会来处理这些 这这基本上都是违法的了 对违法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我发觉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这个 不管是路标也好 红绿灯也好 或山寨路标也好 我们希望交通部 都重新去了解以后 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否则的话 人家觉得我们台湾这个很乱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英文 英文你到底是要用哪一种 对跟委员报告 像这个中英对照的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大概处理的方式会这样的 我们大概会以汉语拼音为主 然后把通用 这个大部分都 大概70%以上都一样了 那然后呢 就是说对于汉语拼音 跟通用拼音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通用拼音 我们会用括号的方式来处理 来把它放在下面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好了 反正就是 不是我们要看的 是外国人要看的 老外看半天都不晓 你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那就有问题 这个需要时间来把它整个做一番 做一番整理了 我们原则大概是这个原则 那另外的话 我还要这个请教一下 我们最近那个 以前的驻南非大省的路易正 他这个过一个马路 结果呢 就被这个车子给撞伤了 所以这牵涉到什么 这牵涉到用路人的权益 那刚好那时候呢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 还提出专闻 把这个事情报道 然后觉得 觉得我们这个车子都不让人 觉得不可思议 那我们认为 我们这样的事情 登到这个国外的报纸上 我们觉得也很羞耻啊 所以我不晓得 就是说到底是 到底这个 我们现在的交通规则 是怎么样的规定的 官方委员 我想这一部分基本上 是一个 一个是执法 一个是守法啦 那像这一块 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主要是透过 我们道安系统 我们交通部有个 道安委员会 道安系统 然后透过道安系统 我们就是说这个 要求 一路要求下去 要求到县市政府 我们最近也把这个题目 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重点的题目 来推了 这个基本上是 我认为这个执法 跟守法的问题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因为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资料 就说像台北市警察局 他统计的数字 他是说 从去年1月 去年1月到11月 驾驶人不优先 你让行人的这案件 发生意外事件的 大概有984多 这个案子 那比前一期 还增加了30% 也就是说 这种让 这个让行人优先的 这种观念 并没有 并没有让这个 普遍的 让老百姓能够接受 让驾驶人接受 所以才会一直发生 这些事情 那 那所以呢 我是觉得像我们 在考驾照的时候 考驾照是考技术 考这个 这个交通规则 但是没有考那些 道德的一些 一些观念 所以我不想像 这方面的话 这交通部有什么方式 可以改善 当然以公路局来讲 在他们考驾照的题目里面 有这部分题目 就提醒这个 要取得驾照人 他要这个概念 明知提醒考试的话 他都会 然后另外 另外事实上 就像刚刚讲了 这可能就涉及到 守法跟执法的问题 他 不是 他讲 转过去 他也不算违法 只不过那么有行人 他必须要让行人走了以后 这个也是一个规定 这就是 他就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规定 也是一个规定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到 当然最近我们也知道 像上海的市长来了以后 那韩正市长 他是觉得 这个我们像坐高铁 大家全部非常有秩序 都是站在一边 然后其他的另外一边 就让人家去 去那个赶路的 可以很快的走过去 他觉得很称 很称赞 可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整个一个 这个这个驾驶的 这个这个当中 我们看到啊 就是说对于幼童车 对于消防车 对于救护车 还是有些人 就是说听到那些车子的叫声 也不会说主动的 去挪一下位置 还是有啦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的驾驶的 这个考照啊 那个他除了能够考技术以外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借着 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传达一些 这些 我想我想这个 我们我也会要求 我们道安会啊 可能我们来 也来加强宣导啦 也来加强宣导 好不好 好 那总而言之 我们是觉得像这个话 这个被国外的媒体去披露 我觉得 是是是 这个很不好意思啦 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希望 这个交通部在 我们提的一些问题 也许都是一些小问题 可是呢 这些呢 都牵涉到我们国家的形象 跟我们这个 每一个这个用路人的一个权益 那另外的话 就是刚刚林建荣委员委员 谈到就是我们 这个中立的 这个高价的问题啊 当初规划的是高价化 但是现在呢 我们那些当地的民众呢 他希望能够地下化 那当然其实啊 这个各有优劣的 这个 他的一个结果啦 可是我的意思说 现在面对的这样的问题 改成地下化有可能吗 瓜伯委员啊 我想这个 一方面像这样一个高价能够定案啊 事实上是花了16年的时间 我的了解 那那等于说现在呢 我们几乎预算也就编了 工程都要开始动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要把它临时做改变 当然一方面公期 大概又要规定 但是如果说是地下化的优点 比高价化多的话呢 另外一方面是预算 会提高很多啦 所以像这些问题等于都要克服 然后这些问题呢 可能都不是一时间可以克服的啦 有没有可能重新再做一个评估 这个重新评估 重新启动嘛 归零嘛 然后这样等于说整个程序 将来还要走多久 可以走到说 边预算执行的时候 这个大概谁都没有办法估啦 尤其现在最近政府预算就非常的紧 对啊 我当然我是知道 但是一个如果说是地下化的确比高价化 它的优点大的话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地方政府 它可以把这个经费的差额 都由它来出 那这个案可以很快就推动了 对啊 可是我是觉得如果说是 我们要这样子 不是想讲钱的问题 而是讲就是说 如果地下化的确比高价化 它的优点多 然后对民众来说更有利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政策是要值得去评论一下 前期之所以会花16年来定这个案 我相信各种利弊得失应该都考虑过的了 好了 那你再跟地方政府来协调一下 好了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